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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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下雨了 天花不停漏水 你看看鋼金和碩屎 全部露出來 很危險的 漏水流到這樣 怎麼住人啊 大哥大哥你看看 這裡好像災難現場的 你看看上面 天花板 外露 電鍵插了漏電 光盆就斬斬斬 還有啊,等一下 整間屋的霉味 你看看上面還有啊 防水膠 弄得好,綠色網炸著 照滴,你怎麼搞 本來都好滴滴 自從樓上的業主 將單位改為劏房 一湯鹽 我弄得只有四個廁所 那些污水球又暖那麼薄 然後天花又開始漏水 唉 然後啊,你看看 這麼疼愛 整個手掌這麼大 幾乎打死人 你在做甚麼啊 不知道啊,我看見外面驗樓師 這樣驗就試一下吧 不行,我們要找管理員 和樓上的業主理論一下 好 我是樓下看間啊 你樓下投訴你這裡漏水啊 投訴我漏水啊 浸水啊 投訴我漏水? 你有甚麼證據 是我的單位漏水呢 是否別人的家自己裝修有問題啊 或者你們公家地方漏水 都要來拿一棟嗎 小姐 而且公用部分呢 理應就沒有問題的 這棟大廈 樓齡三十年左右 但是呢 就收到屋住處法定通知 要強制驗樓 好,我們就委託了一個註冊的檢驗人員 受屋住的公用部分 招牌 新出來的物品 和外場進行檢驗 要收緝的都收緝過 所以公用部分 理應就沒有問題的 我不管啊 有甚麼證據你就救我吧 如果不是的話 這是私家地方來的 你不可以進來的 如果不是,我報警抓你 哦 其實呢 香港屋宇滲水問題很普遍 雖然呢 就為住戶帶來困擾 但是呢 其實現在又多了劏房 問題就越來越加劇了 看看地台 地台 安裝位置又不理想 還有 隨便安裝水管之後 手工又差 問題怎會解決呢 一定要找出源頭才行 唉,但可以做些甚麼啦 我們都進不了去 怎麼找源頭啊 唉,我也不知道 不如告訴律師的意見吧 嗯 滲水辦是2006年 由食物環境衛生署 及屋御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 作出聯合行動 調查滲水投訴 提高找到滲水源頭的成功率 一般而言 滲水辦的調查工作 程序如下 一,在收到投訴後的六個工作天內聯絡投訴人 二,到現場視察 然後進入被投訴的單位 有系統地進行非破壞性的測試 以確定滲水源頭 三,如有關的業主或者佔用人合作 通常於90個工作天內完成調查 並把結果通知投訴人 四,如未能於90個工作天內完成調查 滲水辦會把調查結果以書面的形式告知投訴人 不過,如果滲水情況輕微或者熟間歇性 或者調查未能夠找出滲水源頭 滲水辦會終止介入 如果有關的滲水情況構成衛生防擾 樓宇結構安全風險 或者浪費工水呢? 政府會分別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第123章建築物條例 或者第102章水務設施條例所賦予的權力 介入處理個案 在調查的過程之中 如果有屋主拒絕配合 滲水辦可以向法庭申請入屋令 進入單位調查 業主亦可入品法院要求賠償 及可向法院申請禁制令 強制樓上業主進行回收 如該樓上業主違反禁制令 可能會被控藐視法庭 一經定罪可被判處即時監禁 滲水辦獲授權執行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的相關條文 當證實滲水源頭後可發出 1. 防擾事故通知與有關的業主或住戶 規定有關的業主或住戶 在指定的期限內減除滲水滋擾 否則會被檢控 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罰款港幣1萬元 如滋擾情況持續 寧家每日罰款港幣200元 我們快點找滲水辦幫忙吧 到時看看樓上業主還夠不敢不維修 蛤?蛤?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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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